9月2日的啤梨晚報 你以為今天的backdrop 啤梨晚報很聰明,啤梨晚報很厲害 反昭林足球,演技一定是 我知道你看歌詞,有甚麼事 是啤梨結他嗎?是真的結他還是... 我真的不知道,要問演技才知道 他那些觸覺真的很特別 好,回來第三節的啤梨晚報 今天我收到我們《社自由租務部》的電話 就說我們現在在做節目的studio 和旁邊的studio,即是C室 上網的朋友就知道了 就9月到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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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問我怎樣,我說我明早答覆他 我現在都不知道怎樣 9月到期,我沒有理由續約 但是不續約呢 以我們現在這樣就迫不回去醫室的 我現在就想怎樣迫 我現在有大雪櫃有三個 梳化就可以不要 但真的迫不回去 那究竟怎樣呢? 各位,你們教一下我 我真的怎樣呢? 還是我們自己拔子旗 好像升旗二得道那樣呢? 是吧? 或者好像鵝魚回來加拿大 退隱江湖 這個真的不簡單 玉敏在台灣studio也很大間 台灣實在是大 好了 網友問你為甚麼 你打算不讀租 你這樣問? 你不是這樣問 你問得這麼好笑的 大哥,不要玩我了 老實實 任何人的頭我都不看 但是連鵝魚都潛到回加拿大 是吧? 你以為我真的可以打嗎? 除了這件事 燈油火、燈灶 這些都不是便宜的 就是了 不是的,就這樣說 就算是我們族發展的 如果是這樣的 我們就想一直想 我是否不如找… 決定在這裏有心發展 不如找一個大一點的地方 實際上真的大一點的地方 是吧? 好了,但我們就麻煩了 一搞大一點的地方 與我們的心態 又想搞多些事情 那就很辛苦了 一搞大他有… 好了 一搞大的時候 究竟我用甚麼角度去搞大呢? 你說不講政治 你問我有沒有信心 完全不講政治 而可以接受大家 我是有信心的 但是 真的很辛苦 真的很辛苦 現在多辛苦 就像剛才這件事 譬如說得對 這間餐廳 你說那些東西難吃 開放給予一些負評 你隨時可以告他 變成甚麼都不能說 不是,我不撇在政治 我有沒有信心去討論大家 我之前說過也有 但是真的很難 很難 只是說真的 其實你們都聽得過癮 但我來說 我是很不滿意的 譬如有時候我說鬼故 因為我都消化 還沒夠時間消化 有時候叫他讀出來 有時候讀到後面 又跟前面不合不上 因為他沒有消化 還有他有時候 你真的要有很多時間 譬如說 為何不說這些 又不喜歡 那些我不管 實在太多時間 是不可能做到五日節目的 除非 真的要轉型轉到甚麼 我其實已經約了一些人 我還叫他們 但他們那些很慢的人 叫他們去想 給一些辦法 我用監製制 譬如說 如果我們做五日節目的 譬如說 不如兩天做一些評論 輕的 或者一天 阿靖,你全面去做這個節目 譬如說音樂節目 譬如 十三五,有沒有時間 你全面去做這個節目 這樣就可以 如果不是 譬如我啤梨 我會說沒可能的 第一,生意上 第二 你知道我最想說的就是天空小說 甚至我可以說版權 很簡單 你問我 你叫我去談版權 譬如 我不知道要不需要版權 我這麼久 金平梅 那我就可以說它幾年了 一定會好聽 但是要有製作的 就算說天空小說 不要說廣播劇 一個人說 你說沙坡 你也有聲音 那你是多麻煩 你說政治 不是說評論是多容易 所以你問我 逐不逐約真是好笑 還有 我們現在給這個錢 雖然我們也很小 但是因為地點 大家很多說很難找 其實你來過就很容易找 始終是旺角 而且你在Google 你打這個 碧梨漫步都可以 就已經有了 它顯示到 那你在這一區 怎樣便宜也不會有多便宜 是吧 好了 如果我這樣移動的話 難道我去觀塘 有些人覺得觀塘是遠的 荃灣嗎 更加遠 是吧 好了 裝修呢 真的很難想 很難想 或者我會跟他聊 我有我的辦法跟他聊 現在這個環境沒有玩 兩個月 三個月 到時候我先不想 今晚先做今晚的節目 好了 有些網友不認識不多 就問一下 如果明天拿金牌會怎樣 金牌會不會排 不知道 明天拿金牌 我今晚的成績在想 我現在在想 現在不是在想 甚麼 你說碧梨漫步會不會繼續做 我想會繼續做下去 用不同的認識 怎樣都會生存下去 但這裡是不是要 就很難想 因為你的藥這麼長 我又不喜歡走路 難道你說 我不做就走路了嗎 你又涉及很多簽約 還原各樣有很多東西 是吧 那麼 你拿月餅吧 再拿金牌 如果明天 師陪拿金牌 我又沒有理由 現在我含乳 我也含不上自己的 是 OK 我們明天拿金牌才說 是 因為最大考量 我也會做死水王 是的 死王 其實也不會怎樣做死他 做都是做死我 還有 真的沒理由 我會由他輸錢 說真的 也不是重要 但怎樣也好 其實我知道我消化了一些客人 是 就像今天這樣 今天也沒有九接訂東西 也不知道我有沒有十個 因為你一定是這樣的 是吧 我要慢慢慢慢再調節 因為我在想 就是要不就不做 直接不做 如果做 我其實經常想 因為這樣做不是辦法 因為我們是有潛力 真正正正做一門好的生意 做一門好的生意就不是這樣做 他要接觸更多的客人 那就一定會有更多專業的伙計 因為我現在這樣 基本上我一人去找這裡 是不可能的 亦做不大 但是 為何我現在會集中在這裡 因為我們不能做 我們一向做的事 像骨灰鵪 海外物業等等 如果我開頭 這樣做 因為這些很困難 我做過 我做了三十年這一類的事 他的回報又不是吸引到 你們想到這麼吸引 他當然會有回報 你做得好 我又開頭 到時候做的事 我不是很糟糕 其實有很多事要想的 是 這些是很靠人做的事 這些是很靠人做的事 現在其實 在我心目中 我們這樣做 已經很辛苦了 都做不到 我們應該做的生意一半 做不到的 我們應該做的事 那是需要人手和地方的配合 貨架 貨倉 物流 那這些事就要投入很多資源和腦汁 而最重的重點 這不是國安化前的香港 那是國安化前的朋友 對 要不然我已經做了 不用是水王 那麼辛苦 好嗎 8481 1079 推定方 但是 現在這樣的環境 是否適合 我在想我想的那件事 股市是這樣的 說泡沫化了 現在有很多全年 八月人大又會怎樣呢 究竟 有什麼東西會放進去 那些貨架 進來香港要搞呢 那些人的 那些錢的流入流出會怎樣呢 那些錢的流入流出會怎樣呢 每一件事其實都是 不認識 這個才是現在說 就是投入行李這件事 最簡單的就是 不要 不續 不續 收了兩間 我後面那間 我們的總部 就應該我剛剛續了一年 應該可能做了七、八個月 到期那天 武鞋玩劇酒 就江湖再戰 那就是最合理的做法 亦都是我比較推薦的做法 你說這樣 是否會沒有給你頻道 亦都未必 好嗎 但要用兩個形式去存在 就算是沒有了,又怎樣 沒有了就不會了 沒有了就沒有了 這件事實際上 就是聚聚散散 來來合合都是這樣的 有時候 你見到他這麼多 有時候你都沒有忍 好 還有可能我們現在 不能休息那麼久 因為始終你年紀不能出關 那些人也很失敗 很閉嘴 OK 好,明天再說,拜拜